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做這個動畫的一個控制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骨架做好了 那也綁定完成了 那現在我們就是要讓這個魚動起來 可是呢因為骨骼是抱在這個身體裡面 所以我們不好選取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就是一個外部的一個控制的連結 那方便我們選取這個骨骼 透過這個控制的選擇呢 來去幫我們完成製作這個動畫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來做呢 首先呢我們先把這個魚的本體先把它隱藏起來 好那只是要骨架的部分 那我們要透過建立這個圓圈 來去做為這個控制的選項 就是當我去旋轉這個控制圈的選項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帶動這個骨頭的這個運動 好那我先把這個骨架的這個魚刺 這個骨骼旗呢先把它這邊把它關閉掉 好那接下來呢我要做的是就是 使用這個2D工具呢畫出幾個圓 好那現在呢我先在這個前世圖這邊呢先畫出一個圓圈圈 好然後我要這個圓圈圈的軸心去對準這一根骨頭的中心點 好那現在呢我把這個圓圈圈的這個圓圈圈 好然後我會使用一個Shift加A的工具呢 然後它出現一個對曲工具 然後點這個部分 點這根骨頭完成之後呢 好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圓圈呢 已經有去軸心去對準這個 這個圓圈圈這根骨頭的軸心點 好那現在呢我們把這個 我們透過這個修改 好修改的地方呢 我們來去修改它的大小 好我們先看一下我們這個魚 好這個魚 好因為它這個是這個魚的本體 那是一隻瓶子所做的一隻魚 所以它本來本身就比較圓了 比較大 那我們把這個圓圈把它加大 好 就是說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 透過這一個選到這個圓圈圈 然後去旋轉去控制骨骼 好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 把這個圓圈變粗一點 方便我們選舉 我們可以在這個 好 這個四口 在四口中啟用 就是在這個透視視窗這個 把它啟用 好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這個圓圈 那其實蠻粗的 你可以 把這個厚度呢 改成0.5 把它稍微細一點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做大概三根的部分 大概做 我們做三個部分 那我現在呢 再把它關閉掉 然後我們來複製 我們可以透過其他視窗來看 好 按L 好 點這裡 總共有 1 2 好 我們先複製 好 兩根 好 確定 好 那一樣齁 點這一根 好 點這根 然後 SHIP A 好 它對齊了 好 它對齊了 然後這一根也是 SHIP A 好 點這一根對齊 好 點這一根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已經對齊了 這一個 好 這個軸心的部分 好 那我們可以去更改顏色 好 就是說 我們可以 去用顏色來做區別 好 比如說這個綠色 這個有點黃綠 好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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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接下來呢 來 做進行連結 就是說 我現在這根骨頭 要連結到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呢 我要連結到這根骨頭 就是做 做一個 從後面連結到第一根 好 第一根 好 那我們現在選擇連結工具 好 那我們透過其他視窗來做 選擇好了 好 點這一根 就是這一根連結到 這個外部控制器 就是這一個 連結到這個控制器 然後這一個呢 控制器再連結到這根骨頭 好 這一個 再連結到 外面這一圈 好 再連結到 這根骨頭 好 再 連結這根骨頭 好 這根骨頭連結到這個外圈 好 這時候呢 我們來旋轉看看 好 這根骨頭 可以改成局部 好 第二根 好 如果說我三根呢 一起選取的時候 這個時候要把它改成 底部 這個座標是 可以看到它這個軸心點是 以這個 這個底部 從這個地方開始做旋轉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 做出一種彎曲的效果 然後呢 我們 為了 因為我們有做連結改變 所以我們骨頭要檢查一下有沒有 整身奇怪的狀況 你看這邊斷掉了 所以呢 我們這一根必須要連結到這一根 應該是這一根 就是控制器連結到這一根 我們試試看 好 OK 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 這一個 這個顯示把它打開 那我們 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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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這個圓圈 去控制骨頭 然後我們可以來做 就可以來做一些簡單的動畫 好 我們先測試看看 好 先 選擇這三根 好 然後呢 做旋轉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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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呢 它已經有做這種 擺動 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外圈 來 去幫我們選擇骨骼 這樣會比較方便 就是 有時候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 一種 控制的方法 好 那我們先 算圖一下 好 那 現在呢 我們看不到圖 好 就是因為之前我有做一些 算圖的設定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是 單針 好 那因為剛剛看不到圖 所以我們把這個圖 打開 好 可能是 某個地方 好 OK 這個地方呢 就是 我們把它關閉了 所以它看不到圖 這時候我們把它開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圖了 好 那 我們 這個 骨骼基本上 骨骼是在 在選圖的時候 是不會看到的 是看不到的 好 好 好 OK OK